今天操展開的新專案叫帶你認識G01 那其實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剛剛村長講到卸頓危機嘛 那另外四個月前我也是新手 所以一進來之後看到這邊就是 有很多以專案為核心 然後到處都是坑 那這是一個很嚇人的狀況 那遊戲裡面有一些像318 就是因為全運大家本來想說 去不是十個晚會 結果你小心搞成二十幾天的事情 所以這種操展開的專案 它需要很多人一起來做事情 尤其是有時候一開始 直播可能只有一兩個人會做 馬上複製列呈幾十個人可以做 才有辦法排班 然後才有辦法輪流去參加二十幾天 所以這裡我想做的事情是 要有停坑之後的快速養成計畫 那G01精神的核心就是我們知道說 因為我們選擇開源的授權 然後我們找到協作的方法 可以讓很多人參與 所以我們沒有人才能夠做外能 才能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裡面本來 寫程式的人已經很奇怪這些東西了 我們知道哪些有開源授權 我們知道有哪些可以協作的工具 但是尤其在非資訊人的角色裡面 比方說會畫插圖的 會寫文字的 以前沒有這種工具跟搭的共識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這東西做出來 那所以剛剛講到說 開源精神跟開放授權 比方說寫文字圖文創作的 可能就是讓我們熟悉怎麼使用 Preative Comments CC這個授權 那如果資訊人的話 可能MIT,GPL,PST 你協作已經很習慣了 好,那下一個是協作工具 那很多人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 欸,這IOS是什麼東西 跟兩目是不一樣 怎麼那麼窄 然後Hitpad為什麼不用Google Drive 就好 為什麼要找這種東西 好,那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要怎麼好好調教 讓你可以使用 可以很方便的看到 別人做的狀況 跟把你做的東西都聯合在一起 就是,這是需要一點技巧的 那新手的話 可能沒有用過 我們需要一點協助 那以後我們可能會錄一些影片 包含協助你現場 把這些東西設定好 好,那關於新手怎麼入門的東西呢 目前其實已經有很多相關的文件 或者是工具 或者是組織在做 比方說官網 還有那個Labob 小學校 文物畫部 這部新手說這些東西 就已經很多了 但是一開始進來 還是會 因為很多歲 不知道到底 從哪裡開始考慮 那以前我們看完這些東西之後 下一部就是啊 好,你去找一個專案 對哪專案進去 可是有時候 內坑組他沒有辦法把專案進去 跟任務需求 弄得很明確出來 所以可能找不到 那如果有一些人是 已經習慣知道怎麼做 怎麼找事情的話 那他主動找 他們去做點 會做得很快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 還是後備軍的狀態 就是 我們要想 到底有哪些角色跟技能 是比較泛用的 讓所有 以前沒聽過 也沒有傑作過的人 一進來就能夠馬上上手 比方說 剛剛前面那個 可以有提到那個 公報 然後的宣傳 還有文波字幕 這些不需要特殊技能 但是只要你有興趣 願意學 馬上就可以學會 就可以開始做事情 好 那這邊之後的話 下一步可能 比方說 文波組之前 曾經用過Headpad 但是發現 他的那個天際學習有問題 所以才改成 用IRC 然後用文波的方式 把文波的東西做出來 所以之後 我們除了搜集人之外 還要把一些 特殊的工作流程 就是建立起來 好 那所以接下來就是要找 今天想要徵求的人 就是歡迎大家路過 好 第一個是新手來話 不管你有任何問題 就直接來找我 我告訴你該怎麼去做 那老手的話 就來幫忙解答 然後如果你的專案需要招募新人 然後你要複製分身的話 就直接來找我 好 然後最後我現在是軍人體的VP 結束吧 好 謝謝 平平 謝謝 謝謝 謝謝